欢迎收看11月1日 星期三的EJMarkets 我是樊晓苑 今天是11月的第一日 祝大家一个好的开始 其实10月份也算不错了 昨天也说过了 没什么股灾 还升了 今年的10月是升势 至于美股方面 整个10月更加强劲 昨晚特别是纳指方面 再创新高 见到就受惠于苹果 再升1% 带动纳指创新高 纳指收市升28点 去到6727点 道指方面都升到28点 23377点 金融股方面 是等着星期三 有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预计星期四 就会公布联储局的主席人选 现在仍然在估计 在一般金融股 或者道指这些重磅股 变动不算大 所以道指就轻微升少少 但纳指的强劲 特别是苹果 再创上市新高 受惠于iPhone X 听说的消息不错 贴近历史高位秀 苹果169.04美元 升了1.4% 亦都会在星期四公布上一季的业绩 另外带动Ebay都升得不错 升到差不多有2% 接下来11月11日有个光棍节 差不多时间炒定了 见到阿里巴巴急升到2% 亦都创了新高 带动百度 说中概股 昨晚的表现在美股也不错 百度也升到超过3% 今天腾讯能否收复昨天的失地 因为中概股好 有时候腾讯也能跟着 因为昨天腾讯在美市突然之间 创下了拖累港股是低收 其实这两天的港股都是比较可惜 特别是在U盘的竞价时段的时候 是被创下的 昨天恒指收市跌了90点 连续两天跌 接近200点的跌势 但是昨天股份上的升跌比例 其实都是一半半左右 主要是创下腾讯 所以就令到昨天恒指低收 但其实内银股都差 中行那些公布季季后 市场似乎不是很满意 整个10月份 恒指升至691点 升幅有超过2% 国子更厉害 跑赢恒指 这次被他威胁了 国子累积升了接近600点 升幅有超过半成 整个10月份 恒指的波幅都很低 现在画面看到 都是在高位那里徘徊 比较牛皮一些 始终的高台 可能有些整固的时间 现在暂时来说 10月份在28,200至28,500之间 横行 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蟹货区 所谓的蟹货区 交投密集区的顶部 要上回28,500的楼上 才可以摆脱到整固的区域 视为重新买入的信号 所以暂时就要忍耐一下 上回28,500才算了 如果有货的话 暂时不用太过悲观 至于读数方面 强势股指数继续偏远 跌了0.8个百分点 弱势股指数升1.6个百分点 至于市宽方面 变动不算很大 短线市宽差点 跌了超过1个百分点 跌了1.2个百分点 今天这个过股短评 要大家留意一下 中升881 它已经跌穿了 16.3的水平 就是这个横线支持 昨天失手了 亦同时跌穿了 上升轨 上升通道的底部 我们要看看下面 虽然它还是一个长线绿灯 但是你看到绿灯的势头 是慢慢减弱的 最初这里 九月底 还有五格 四格 到这里只剩下三格 两格 昨天只剩下一格 反映它的能量 也减弱得几格 一个月之内 由五颗灯 去到一颗灯 何时开始受发出 这个长线绿灯的呢 是去年的五月底 发出了长线绿灯 当时只是4元左右 如果当时已经持有的话 现在已经升了2.8倍了 到底是不是已经是时候吃糊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似乎 去到这个位置 16.3流上已经是有不少人吃糊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中星了 至于今天的焦点 当然在新股市场上 那里面 腾讯分拆出来的月文 那个势头相当强劲 动之王 排第二位 这个月文772 昨天截止招股 反映相当热烈 初步点算有超过40万人认救 很厉害了 绿德是超额认救620倍 动之超过5200亿 是超越了09年上市的国药的动资额 更加是比公行 百例的中铁 这些动资的巨无霸 也是荣登香港IPO 历来第二大的动资王 仅次于08年时候的中铁 1186的5408亿 动资那么多 倍数那么厉害 几乎是一人一手就无望了 想想想 连股东那些优先认救 要几千古腾讯 千几古腾讯 才可以认救到这一股月文 都有50倍至60倍的超额认救 似乎 连这些都未必是稳夺了 如果真的落空的话 都不要紧 因为还有只雷蛇在后面 一早提醒大家 资金要好好地分布 想想雷蛇1337 就会在今天开始公开招股 下星期一截止 每股招股价是2.93至4元 想想每股的手续 每手手续费是4000元 松跌 好像亲民很多 不过很多人的钱都落了 始终雷蛇可能未必有 始终他本身仍在业务亏损 第二可能未必有那么多人认同 他经营的模式 可能没有月文那么高也未定 不知道的 他今次集资最多是42亿多 当然那个规模 是比月文低一些的 有兴趣可以再研究一下雷蛇的投资前景 除了招股的活动之外 继续有些业绩公布 澳博 澳博 截至9月底子的头三季 应佔日利有13亿 按年跌了1成4 如果单计第三季的跌幅 更加有成1成6 集团就说今年第三季 继续建议 位于路屯的综合度假村项目 上普京 但由于受到8月的台风影响 希望他们都会继续保持到 2018年按预算完成这个项目的目标 股价最近 就是一般的 8.4 6月中的时候 六下来的 只剩下6个多 这个6个多很重要 就是6.6这些水平 跌穿了就要再试心一点 留意着6.6这些位 至于就是5月以下 ASM太平洋 也是公布了个季绩 上次季绩公布了之后 你说不停滚下来呢 大家记不记得 之后 现在都未上回到上一度的季绩 那个位 还未修复失地 他公布了9月底子的第三季业绩 顺利有8.65亿 按年增长4.8 今年头9个月 集团顺利23亿多 按年增长1.19倍 最近都上回不少了 但始终 这个 蟹货区比较大 现在蟹货区的顶部 是117元 要上回117元 楼上才说 是稳固一点 好了 看看 现在都差不多9点了 有不少朋友在这里 Alice Star 一早见到你们了 Tammy 陈国卫 祝大家11月开工大吉 May早安 Tammy 你好 Lakshan Wong 早安 Ryan Polly 冲淤淤 早安 Alpha Calvin Zim Richie Philip Calvin 要借孖箭抽Racer 雷射 现在如果真的要抽孖箭 你就很快点下飞 因为跟上次月文的经验 有些银行第一天就截孖箭借爆了 这是不少朋友跟我说的经验 如果真的有心抽孖箭 就要早些报处定 王嘉丽早安 Calvin 就说700 Billy 早安 Dobby BB 早安 倒比就说 不抽不知运气好 如果你说了月文 你抽中了 就真的要靠好运 Tat Fai Chen 早安 Calvin Linda Apple 早安 不知道抽不抽到 下星期才知道 而且我问过港交所的公关 他说新股的上市仪式 照舊在港交所进行 敲的线会搬到对面台台 因为港交所即将会进行翻新工程 就是搞家里大堂 昨天还去过 那些位置还在 不过好像这两天就开始开工大吉了 Chris 早安 Joseph 早安 Bono 早安 Richie 早安 有40万人应勾月文 是呀 香港原来这么多人 喜欢申请IPO 还是喜欢看书呢 Gram Chilmark 说大家都要抽一下 你说的雷蛇是什么 是呀 如果你要先计算这条数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收视之后 留意雷阳营的报导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theeами 二十五分钟 优先 三 Log臣 二十五分钟 三啊 二十五分钟 二十五分钟 一次